報告委員會我們準時開會 今天是修憲委員會第八場的公聽會 首先感謝現場我們來與會的所有的專家學者 有一些專家學者應該之前也出席過我們的公聽會 今天我們接續前面七場的公聽會之後 第八場 那第八場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第八場討論的議題大概分為下列四大主題 第一點是從民主國家應有的全責相符憲政架構 看我國第七次修憲後產生的憲政困境 兼談我國總統直選定位跟五院之間的關係 第二點 從葛魁同意權跟解散國會權之間的制衡出發 談內閣制展現民意的功能性跟實踐性 第三個主題 從歷次修憲國會選舉制度的變革 談我國立委的角色定位 並討論立委的兼任閣員對我國民主發展的意義 第四點 從開放跟保障人民參政權 才修憲降低選舉權年齡到18歲 還有確立不在即投票之必要性 那麼本日的公聽會 所以我們尋往例 由各黨團推派專家學者來參與我們的公聽會 那我們公聽會當中每一個專家學者的發言 我們都會記錄起來 然後做成一個公告 送交每一個委員來參考 那我們今天的程序 我會跟各位大概宣布一下 我們照上一場的程序方式來進行 那也就是我們每一位專家學者的發言 第一輪是八分鐘 那前三位將專家學者代表發言完之後呢 我們會有本院 如果在場本院的委員有登記發言的話 我們會讓一位本院的委員來進行發言 那他發言的時間是三分鐘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進行另外三位的專家學者發言 也是八分鐘 然後再穿插一位我們本院的委員來發言 那程序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專家學者第一輪全部發言完畢之後呢 我們會再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那這是我們今天整個會議的進行的一個程序 那目前 到目前我們專家學者已經到場的 有我依照順序來跟各位做介紹 第一位是陳朝鎮副教授 第二位 廖元豪 廖教授 第三位 高宇成 博士候選人 第四位 郝培之 郝教授 第五位 謝良成 講師 謝老師 第六位 陳茂雄 陳會長 第七位 孫善豪 孫教授 所以我們接續會有其他的專家學者到來 我們再做補充介紹 那我們待會發言的次序 我們就是照簽到的次序來進行發言 所以第一位我們待會就請陳朝鎮 陳教授來進行發言 那我不曉得我們到場的 我也介紹一下我們目前到場的本院的委員 現場我們吳秉瑞 吳委員 然後徐少平 徐委員 我們正在簽到的林德福 林委員 好 如果各位對我們會議進行的程序 沒有相關的意見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專家學者的發言 那首先邀請陳朝鎮 陳教授進行發言 我們八分鐘的時間 請 到這邊 可以 到這邊 然後第二位我們請廖元好 廖教授準備 好 主席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委員 那是不是就我們 就容許我按照這個提綱的題目 來一一發表我的意見 好 那第一題談到這個權責相符的問題 那我個人認為呢 以權責相符的角度來看 那當然總統字和內閣字是比較符合 權責相符的理念 因為總統字和內閣字都是單一首長制 那但是總統字呢 我個人認為它比較缺乏行政權與立法權 僵局的這個制度的機制 而這個行政權跟立法權的這個僵局 在我們過去台灣有一段事件 造成相當大的問題 那內閣字比較有這個行政權跟立法權融合 而且又比較能夠反映最新民意的優點 所以內閣字現在成為社會思考中央政府體制的一個主要的方向 不過呢如果我們真的是要一下子把憲政的體制改為內閣字 尤其是台灣實行總統直選已經將近二十年了 那我個人認為如果社會期待的價值是行政權跟立法權的良好互動 那進而能夠發揮施政的效率 那而且呢政府又能反映最新的民意 也就是說能夠把表現不好的內閣趕快換掉的話 那我認為呢我們只要在現行的雙手長制中 恢復隔回同意權就能夠展現這些內閣字的功能 那應該是不需要一步到位就走向內閣字 如果我們不一步走向內閣字先恢復隔回同意權 那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 那可不可能產生藍綠共質的情形 我個人認為這當然是可能的 那即使總統選舉跟立委選舉同時舉行 那選民也可能會分裂投票 那我們不論這種分裂投票的可能性的高低 而且我國的總統選舉制度是相對多數據 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就發生國會少數黨總統候選當選的這個情形 那如果藍綠共質怎麼辦 那本人認為如果要恢復隔回同意權 就要一併檢討總統跟隔回之間的權責劃分 那在現行的總統制中恢復隔回同意權 實際上提升了隔回的民意基礎跟實質地位 那因此隔回與總統之間的一個權責劃分 那更應該要釐清 目前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憲法對總統的定位並不清楚 一方面的保有內閣制設計的虛偽元首特質 那譬如說憲法第37條 那行政院院長的附屬權 憲法第44條 那總統召集各院院長會商解決院記正義權 那一方面又因為總統直選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的任免行政院院長權 成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首長的老闆 但是其實憲法第53條又規定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 所以權責是不清楚的 那所以我們建議說 那參考其他雙組長制的這個憲法規定 那釐清總統和行政院院長的權責 那其他國家一般實施這個總理總統制的國家 也就是說有割回同意權的國家 那一般而言總統沒有使這個總理 去職的權利 所以我認為如果要恢復各會同意權 應該一併檢討取消 那總統免職行政院院長的權利 那這是我個人對第一個討論題綱的意見 那第二個討論題綱談到 從內閣同意權與解散國會權的制衡關係 來談這個內閣制展現民意的功能 功能性與實踐性 那本人接續前面的這個理念來說 那我支持恢復各會同意權 但是如果恢復各會同意權之後 如果未來還是維持目前的兩黨制 不信任案成功的機會很低 但是如果未來走向多黨制的聯合內閣 就可能常會有不信任案 那台灣未來有沒有可能走向多黨制 我覺得不無可能 那原因包括很多 包括新興政黨的興起 政黨補助款跟不分區立委的門檻降低 甚至是未來兩大政黨都有可能 像日本知名黨一樣有派閥出走 所以不信任案可能會成為政黨惡鬥的工具 不過提出不信任案之後 行政權解散國會後改選立委 那畢竟還是用制度性的機制來解決僵局 那並且能夠藉由立委改選來呈現最新的民意 怕的是就是說在多黨制的情況之下 敵對的陣營不提出不信任案 譬如說在第七次修憲之後 那因為憲法徵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的是 所謂的被動解散國會的設計 也就是說行政權必須在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之後 才能夠解散立法院 那以至於有在野黨不願提出不信任案 那卻又能夠透過法案及預算的審議 強力監督甚至抵制行政權的政策 行政權缺乏主動解散國會權 只能夠在下一次的立委選舉中訴諸民意 沒有辦法及時的反應民意 所以本人建議除了恢復隔會同意權之外 也應該一併將行政權解散國會權 從現在的被動制改為主動制 那第三個提綱是談到 從歷次修憲國會選舉的變革中 談我國立法委員的角色定位 並論立法委員得兼任 隔園對我國民主發展的意義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的重點應該在後段 如果改為內閣制 立法委員兼任隔園是不是適宜的問題 那本人認為 如果立法委員兼任隔園的目的 在於使立法權與行政權融合 解決行政權與立法權溝通不良 甚至是彼此衝突 或者是行程僵局的問題 那當然是可以讓立委 兼任隔園 但是我也要講 立委兼任隔園 但是我也要講 讓立委兼任隔園 並不是解決行政權跟立法權溝通問題的唯一方法 政黨內部如果有充分的民主溝通的平台 即使隔園不是由立委兼任 而是由各種多元的來源 應該也可以讓行政權跟立法權溝通良好 產生施政效率 如果我們一定要讓隔園由立委兼任 本人認為必須配套思考 立委的席次問題 目前我國立立委113名恐怕太少 以目前在立法院過半數的國民黨立委來說 也不過是66名立委 但隔園的人數有30幾名 也就是說有一半的立委要兼任隔園 如何去兼顧選區服務跟行政的工作 所以立委的人數應該有所調整 我個人認為是在150人以上 甚至180人甚至更多可能是有必要的 那如果立委的人數真多 地方議員的人數也應該配套思考 那第四題開放及保障人民參政權 來討論選舉前年齡降低為18歲 還有確立不在即投票制度 那個人競表支持 我認為這是一個國內外的一個趨勢 不過這個似乎也不需要修改憲法 我們只要修改選霸法 那朝野立委有共識應該就可以了 以上是我個人的潛見 謝謝大家 謝謝陳教授 下一位我們請廖元豪教授發言 廖教授發言之後我們請高宇成博士準備 主席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的提高有好幾點 那因為之前我在其他的公聽會曾經發表過 那麼而且很多的議題其實坦白說 許多的專家學者報章雜誌都討論很多年了 所以有一些一般性的議題我就不多談 因為內閣制總統制孰優實列這個議題 從我在念高中開始到今天 其實大家不斷的在討論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決定這些問題的 絕對不是學理而是現實政治 我在剛上大一的時候 李洪熙老師教我們憲法 那時候就我們所有的法律系的人都覺得說 內閣制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我們的憲法就是如此 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可是等到解嚴了之後 解嚴之後沒有一個政黨要內閣制 大家都要嘛要總統直選 要嘛要維持現狀 然後1997年 是怎麼樣把我們的憲法 本來還有一點偏內閣制 變得完全不像內閣制 也是兩黨的共識啊 1997年把隔回同意權拿掉 所以這一路走來 那其實大家就這方面已經討論很多了 那所以我在那我在這裡呢 我想我不直接去切內閣制 或總統制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是責任政治非常重要的重點 但是多次的討論大家去忽略 是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我們五院的 五權憲法這個五院的體制 如果五院的體制改不掉 我們怎麼樣能讓它更有效率一些 我今天其實有準備一份報告大干 但是可能太晚寄到這個院裡面來了 所以我在這裡簡單的做一個說明 我認為我們目前的想法 我們目前的制度裡最大的一個問題 很多人以為說是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總統專權權力太腐爛 權力太大 我的看法剛好相反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這個五權憲法 如果加總統加國民大會是七權憲法 這是一個權力非常分散 欠缺統和 你可能會違反責任政治的憲法 為什麼呢 最簡單的有兩點 第一個是立法院 立法院的立法權最起碼就被切到了 立法院本身還有監察院 這已經被切掉了 那更嚴重的是行政權被切割 我們都覺得行政權很可怕 行政權很大 可是全世界的這個政府 各種政府體制 行政權原則上是一個頭 Unitary Executive 行政一體 那麼有一些雙手長 他可能會有兩個頭在模糊地帶 可是我們的制度完全不是如此 我們的制度會比這個更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除了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 總統目前可以任免行政院院長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司法考試監察三月 都是行政權 他不是純粹的 譬如說司法院 司法院絕對不是做審判而已啊 司法院決定很多司法政策 每次只要大家在修法的時候 譬如說實安法 你碰到刑責的問題 你就必須再跑出去得到司法院的同意 因為那是司法的權 所以一個法 你可能要好幾個月相互來協調 那我們各位都應該很熟悉 我們在中華民國的官僚體制裡面 跨部會的協調上面已經有個行政院 都非常困難 遑論跨院 院上面有沒有任何頭可以來協調指揮 沒有嘛 總統雖然叫做國家元首 可是總統無權指揮任何一院 頂多可以去控制行政院而已 那司法考試監察都是什麼呢 都是合議制或者是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會形成什麼呢 形成我們的行政一體是不存在的 最高的行政機關 不管我們將來變 我們變成總統制或內閣制 最高行政機關的行政院或者是總統 他沒有完全統合的政策決定權 考試院司法院監察院 卻各有獨立的法律提案權 這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見的 你即使像美國的總統制他權力很分散 那麼行政跟立法會打架 可是行政部門的立場最後會是一致的 因為最後是歐巴馬總統決定了算 可是在我們呢 承承一個法案 你要涉及好幾個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你就涉及行政院司法院 考試院監察院 要四個院一起來討論 你才有辦法提出案子到立法院 公務員員考基法 之前討論公務員要不要3%這個問題 結果是考試院決定 決定的是行政院裡面的人 行政院決定要怎麼用人 可是考試院來幫我立法 然後行政跟考試之間又沒有什麼呢 沒有誰是上誰是下 我們民法要修正 刑法要修正 任何的司法的權限要修正 都要司法院再進來 可是這個法可能大部分是在行政院決定 但是裡面只要設兩條司法 就要司法院來決定 法務部跟司法院打架 這個法界都非常的熟悉 它很難協調 因此我看到這些問題是什麼呢 這些問題是 其實不管叫總統制或內閣制 我們會發現說 整合很困難 就算修成內閣制 我們的行政院目前 在目前的制度下 也沒有辦法發揮一般歐洲 內閣制國家的功能 你想想看一個最高行政機關 官僚人士的政策不能自己決定 然後這個司法制度 制度不是個案審判 不能自己決定 那麼很多東西都必須要別的院 一起來一起來討論 那又沒有上級 又沒有上級 那這個時候問題很大 第二個另外呢 立法院 我們立法院希望能夠質詢 我們希望能夠制衡 可是請問 我們只能 基本上只能質詢行政院 那麼這個其他幾個院 只有在預算跟法案到的時候 可以去質詢 然後質詢完之後能做什麼呢 你很難做什麼 因為你很難參與裡面的決策 你很難一般性的施壓 你可以刪預算 可是它需要預算怎麼辦 它不會變預算 那麼因此呢 你沒有辦法去安排施政優先順序 這就是行政一體重要的地方 行政一體就像預算 我們目前只有預算 看得出來是行政一體 因為預算通通只有行政院能提 我要去做一個 Priority Setting 決定說什麼政策優先 什麼東西花多少錢 然後負政治責任 可是現在變成 有幾個院卡在那個地方 那你這個法案 沒有辦法一次來處理 這個問題我覺得會很嚴重 那立法院跟行政院的制衡 也只剩下半套 我們例如說 司法院提了一個法案到立法院 立法院把它刪了 立法院或者把它做了修改 請問司法院能不能像行政院一樣提出複議 不能啊 同樣是提法案 行政院被刪了 被修了 可以提複議 可是思考間卻不能 所以兩端來講 這個設計都是很怪的 那因此呢 我的建議 我建議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很極端很激進 我認為不可能實現 但是一個就是 如果要符合責任政治跟這個要有效率 當然很多人建議廢除另外三個月 那麼回復一般的三權分立 這個很理想 但是我知道工程很浩大 政治上也不可能 如果要維持現狀 我建議是可以考慮把司法院 監察院跟考試院的法律提案權 收走 法律提案權收到 歸行政院專屬 這個不稀奇 就好像 預算提案權 條約 宣戰 購合 都只有行政院 這樣子分工之後就會變成 政策決定 主要 最後尤其是要提案 是在行政院 可是思考間三院呢 負責執行 負責內部的行政 譬如說考試院 辦考試沒有問題 可是考試政策 人事政策 這還是會 最後決定者 會是行政院 跟立法院 我覺得這樣子的修正 也許可以解決部分 我們沒有效率的問題 這是我的發言 謝謝 謝謝廖教授 在下一位發言之前 我先補充 介紹一下我們現場 有來幾位 剛到的專家學者 第一位 李允潔 李教授 彭景彭 彭教授 顧中華 顧教授 還有曾建源 曾教授 那現場我們也來了幾位 我們本院的委員 李運元 李委員 還有吳玉仁 吳委員 呂學章 呂委員 高智鵬 高委員 以及油美女 油委員 那現在我們請第三位發言 高博士 請 謝謝 主席各位師長先進 今天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參與這個公聽會 那我這個個人 學經歷尚淺 學藝不盡 所以僅發表一些著見 救教於大家 那也希望提供一些些的貢獻 這個第一個問題問到 是個全責相符的 這個憲政架構的問題 然後要看我國的憲政困境 那因為在這裡其實都是專家學者 所以我就不再對我們目前的憲政困境 或修憲的背景多做說明 那我直接提出一個是 憲政政府體制的比較 那剛才其實大家都有提到 總統制內閣制 大概一般來講 在憲政的體制上 總統制內閣制之外 還有一個是半總統制 但是我們更細的來看 其實這幾個 除了半總統制之下 其實我們還可以分成 總統議會制或者是總理總統制 那我稍微就簡單的一個介紹 所謂的總統制 基本上就是總統與國會 分別都有民選產生 那第二個是 總統享有獨立的行政權 命令的發佈權 那也不需要附屬 第三個是 國會的多數黨未必是執政黨 因此行政和立法兩權分立相互制衡 第四個是兩者的任期都固定 而且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利 第五個是國會議員沒有辦法兼任官吏 這個最典型的總統制國家就是美國 那另外我們如果再看總統議會制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看幾個半總統制或總統議會制的國家 他們的總統是由民選產生 再來總統有權任免總理或內閣的成員 第三個是內閣必須要得到國會的信任 所以要對國會負責 所以通常國會都有這個格魁 或者是這個總理的同意權 第四個是總統有解散國會權和立法權 或者兼有這兩種的權利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總統議會制 再來是總理總統制 總理總統制是總統是由民選產生 那總統具有相當的權利 但是同時存在一個長理行政事務的內閣 而且是受到國會的信任跟支持 並且要對國會負責 那比如說比較典型的國家是現在的芬蘭 芬蘭就是比較是總理總統制典型的國家 那最後講到是內閣制 內閣制可以區分為有總統的內閣制跟無總統的內閣制 基本上兩者的政府組織架構都是基於相同的政治精神 就是行政權跟立法權是合一的政府體制 那行政權的取得主要是依據國會席次而定 所以這個行政的首長就是由國會間接選舉產生的 那多半國會的多數黨的領袖會擔任這個總理 擔任這個葛魁的部分 那另外有總統的內閣制 總統可能是多由間接選舉產生 那總統通常是象徵性的地位 並沒有實際的權利 那英國可能就是 英國更是這個君主立憲國 那英國國王這樣的女王 扮演類似總統這樣的角色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比較這些政府體制的時候 無論是哪一種憲政體制 都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權責相符 就一定會有監督制衡各樣的機制 那所以其實我們另外再看一個國家法國是一個特例 就是法國它可能是總統議會制 也可能是總理總統制 因為法國曾經發生過左右共制的狀況 那或者在一致政府的狀況下 法國是比較偏總統議會制 在左右共制的狀況下 法國就會比較偏這個總理總統制 那我國現在的憲政的狀況 其實可能過去可能曾經想像過 要如果是一個少數政府 可能會發生跟法國一樣這種換鬼制的狀況 所以其實2000年阿扁總統的時候 他其實有機會來創造這個憲政慣例 但他並沒有選擇這個讓國會的多數黨來阻隔 所以我們過去沒有創造這個換鬼的憲政慣例 那無論如何這個民主政府的運作跟治理 如果需要要有良好的運作跟治理的話 憲政體制都必須要有權責相符的設計 但是我們在第七次修憲以後 把立院的這個隔魁同意權拿掉 那實際運作的結果 雖然我們一般認為總統的職權是兩岸外交國防 但是沒有這個隔魁同意權以後 其實讓這個總統的手他很容易就可以升進立法院 並且在五院之中其實扣除 立法院是國會自主互選出院長外 其餘的司法考試監察 其實都是監察院長 都是總統提名需要國會同意的 所以這個總理我們的行政院長不需要國會同意 所以這個憲政設計的合理性其實是明顯的不足 那我國憲政體制現在很大的一個問題在於說 我們很容易形成這個國運係於一人 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發展總統的影響力會太大 而是我們但是我們卻沒有明確的這個克責的體系 那沒有明確可以制約這個總統權力的制度 那這一次既然這個兩黨都有修憲的公司 而且再次啟動修憲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徹底的檢討這個憲政的體制 而不是只談降低投票年齡 降低政黨門檻 或是降低修憲門檻 我覺得這個不是主菜 這個是配菜 那面對這個憲政體制的改革 我個人的意見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轉變 又成為這個內閣制的國家 我覺得不太容易 這個難度非常的大 而且這個總統對於我國來講 其實還是有相對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是我們畢竟還是有面對中國大陸 那直選總統還是有一個直接民意跟主權的象徵意義 所以我覺得我們直接改變成內閣制的國家 難道我們要廢除這個總統直選嗎 那如果不廢止總統直選 我們直接改改成內閣制的國家 那要現在的民眾接受選出虛位的元首 我覺得恐怕民眾的接受度也不高 所以建議在憲法要規定這個總統的職權 和國會行政院的關係的原則下 其實我建議我們應該可以修訂一個總統職權的行使法 然後明確的訂定總統的職權到底在哪裡 也使總統的課責可以更加的明確 那至於五院的互動關係 我相信如果恢復這個隔魁同意權以後 其實總統是可以充分尊重國會的話 而且可以課進憲法的職責 嚴守這個憲政的奮計 我相信總統跟五院的互動 目前來看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至於政府的這個憲政體制 剛才其實賴老師已經有談到了 要怎麼樣的變革 可能這個法律提案權專屬於行政院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我要提到的一個是 這個隔魁同意權跟解散國會的制衡的關係 這個內閣制的功能性 那內閣制的優勢就在於國會改選之後 其實是由多數黨組成政府 是有利於政策的穩定跟推動 而且是直接民意的展現 那有利於創造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 只是如果要直接改善內閣制 我剛剛有提到 那個憲政體制的改變幅度非常大 難度也會非常高 那我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講我的結論 第一個我建議是應該要進行 整體憲政制度的改革 而不能只提小菜 那第二個不能只提配菜 第二個是應該要朝向內閣制方向邁進 但是考慮我們的國情政治現實的狀況 我們是不是先朝總統議會制邁進 就是恢復各位同意權 然後我們有這個解散國會權 所以確立三個原則 一個是總統領導 再來第二個是尊重國會 第三個就是權責相符 那最後一個至於這個 降低投票年齡跟不在籍投票 我覺得這個如果全民有共識的話 其實並無不可 那我的報告都要請謝謝大家 好 謝謝高博士 下一位我們請好裴之教授發言 好教授發言之後請管碧玲委員發言 我有準備一個PPT檔 應該有好請 主席在座的各位委員 各位學術先進 我今天來做這個報告 那我下了一個標題叫做 親愛的我把總統變小了 我想大家看過一個電影發明一個機器 一下子把孩子變大了 一個把孩子變小了 大家都一天到晚在講權責相符 大家對於總統的角色不清楚 所以權責相符到底下面 我們的總統跟行政院長跟國會 到底應該發生怎麼樣的關係 這是我今天報告的一個主題 那麼往下走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權責相符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在提權責相符 權責相符的背景是什麼 各位我們對於總統有愛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的情節 現在大家全國總動員在拼命的選總統 要下鄉要long stay 人民下去的時候 人民喊的水災風災喊的是 總統你在哪裡 我們的國民黨找不到優質的母雞來帶小雞 異常的焦慮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把總統想像的超級的大 等到現在又開始覺得總統不好的時候 恨之欲其死 所以希望用隔魁同一權 削解他組成內閣的一個權利 有人提出要只把總統陷坐在國防與外交 甚至有人說我們的總統乾脆虛位化好了 芬蘭化好了 親愛的我們終於把總統變小了 請現在往下走 可是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在這一片所謂的權責相符的背景之下 我們要問兩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是第一個我是留學法國的 在法國沒有人在喊我們的這套體制 有沒有權責相符的問題 半總統制的國家沒有人在喊權責有沒有相符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更尖銳 為什麼這個提出的時間點是在去年1129以後提出來 過去不提現在提 過去從1997我們台灣引進的這個制度之後 沒有人提為什麼在1129突然這個問題意識變得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認為任何以唯一只有隔魁同一權的憲政改革 基本上不是為了權責相符的體制 是為了選舉的結果能不能夠重整自己行政權奪取的一個看法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可是我們還是要回答一個問題是往下走 那麼大家真的對於我們的總統角色充滿了好奇 無奈跟疑慮 那我們來看一下半總統之下的總統角色是什麼 在之前我的公聽會已經說明過 基本上總統是這個半總統制裡面 我們叫做憲政的基石 我們的法文叫做克雷德夫 那麼克雷德夫法文聽不懂 我用了一個英文叫Keystone 也就是它是整個這個憲政體制裡面的一個核心 那再來它最重要要展現了兩個角色 第一個就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尤其這個國家主權的象徵是像我們的台灣 我們的韓國我們的芬蘭 這個角色特別特別的重要 因為我們的外面有一個強敵在環世 這也就是過去我們為什麼台灣奮力的要推動台灣總統直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往下走 那麼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我之前一再跟大家講 如果你用內閣制的精神來理解半總統制 你絕對找不到出路 因為這個體制為什麼叫班總統制 它的基本的架構是總統制的架構 總統是位於這整個制度裡面的一個核心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總統另外一個角色要組成行政效能政府的組成 它是依據總統制的權力分立的一個架構 來組織行政效能政府來兌現它的政見 往下走 所以我們一再重複的用這一張圖表來告訴大家 總統制的我們的半總是為什麼設計兩張票 它是跟總統制一樣一張票給總統清楚的形成行政權 而只有內閣制裡面最重要的機制是在我們的總理跟國會當中 要內閣制裡面的責任制度 那往下走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接下來大家很好奇的是 那我們的總統跟我們的總理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很簡單 在這套制度之下 總統跟總理關係 我用一個比喻來形容 這叫做董事長跟CEO的角色 換句話說 總統今天承受所有人民的投票 他的目的是要率領他的一個政府 來訂定他的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 換句話說 意思 人民一票票選舉總統 絕對是希望他能夠帶領我們的國家 這個總統他遞向了我們國家大政的方針 但是 猶如一個大企業裡面的董事長 他去高興請了一個非常有能力的CEO 而且這個CEO知道他要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公司裡面 董事長立下了今年我們的營運目標要1億元 可是他會去高興hire一個有執行力的 執行長CEO來實踐這個公司的營運的目標 所以很簡單 當這個CEO做不好的時候 下台本來就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往下走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法國跟總統跟總理分工非常的清晰 法國的總統在禮拜三的早上 主持了一個叫做國務會議 這個國務會議當中 總統出席總理出席 所有的部會通通出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總統把我要不要核四 我要不要加入亞投行 交代大政方針 包括了國內外事務 不是只有國防與外交 那麼隔天的禮拜四的早上 我們的總理就立刻召開我們現在的行政會議 或是我們的內閣會議 依據總統的大政方針之制裁決 來進行我們部會的跨部會的分工 跟協調的工作往下走 所以這一張圖片非常的清楚 這就是法國的國務會議 各位你可以看到左邊的中間就是現在的總統叫 歐龍 右邊就是現在的一個總理 這就是禮拜三早上總統開會的一個國務會議 往下走 那麼接下來我們很快來說 很多人說台灣權責不服 對總統沒有制衡能力 在談我們是不是這樣的時候 請讓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現象 首先我們在當時引進法國的制度時候 我們依台灣兄弟獨有之創建 這是那個我們李委員李軍毅李委員所講的 進行了我們自己獨創的創建 這個創建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對我們的總統進行了一個斷手跟斷腳的外科手術 哪一個斷手他把我們的台灣過去所有半種子裡面的總統的解散權 變成了被動解散權 對不起這是全世界台灣唯一有的 斷了一隻腳哪一隻腳 在法國裡面沒有可以對國會可以對總統的彈劾跟罷免權 我們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希望斷總統一隻手一隻腳往下走 所以我畫了這張圖表 各位你有沒有發覺在這裡面的紅色的標示的部分 就是我們台灣兄弟之所創建 左上方斷了總統的一隻手 右下方斷了總統的兩隻腳 而且更重要的是往下走 這三把刀 所以我們如果比起法國的總統 法國的辦公室 我們台灣本來就設置了更多制衡的總統的機制 換句話說法國只有一把刀 台灣三把刀 而且關鍵在哪裡 這三把刀我們都賦予了國會往下走 所以呢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台語說 自己沒來財去錢給死賣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國會怠惰不作為 老早賦予了我們的武器 有倒閣權 有罷免權 有對我們的總統的彈劾權 我們的國會從來不用往下走 往下走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的是 今天很多人說我們的憲改應該怎麼做 我們常在講聽歌啊 已經有張惠妹 不聽張惠妹 難道你要聽隔壁鄰居家的小妹 往下走 往上 對不起 這個跑錯了 對 所以我們認為今天的憲改 請不要各取所需 各取所好 來進行我們的憲政改革 總統制 半總統制 內閣制 對不起 告訴大衛 大家現在是全世界半總統制的國家持續在增長 半總統制國家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多國家的憲政體制 內閣制的國家持續在下降 再來 所有那半總統制國家都是以法國為藍本 我們在巴黎第一大學的教授到處去幫俄羅斯 中東國家 歐洲國家寫憲法 而且在這些半總統制國家 對不起 不是往內閣制來傾斜 是往總統制來傾斜 所以是總統化不是芬蘭化 所以我們已經有一個法國的版本 我們也引進在97年引進了法國版本 已經有了張惠妹 為什麼要聽取隔壁鄰居家的小妹 最後請給我再做一分鐘做結束 往下走好嗎 所以 我們說半總統體制 老早社有非常清楚的制衡機制 是我們的國會不敢用 往下走 往上往上 對不起 所以已經賦予了我們 對不起 往上 往下 再往上 下面有一個 好 往下好了 OK 好 可能跳下去 OK 所以我們的總統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總統絕對不是 一票票選出來以後 變成了一個吉祥物 各位 我們一票票選了所謂的這個 柯P 難道只不叫他負責世大運 不叫他負責大巨蛋 叫他只當過世大運的吉祥物嗎 所以不可能只限於國防與外交 因為這是對我們全世界行政效能政府的一個需求 再往下走 所以各位 萬總統這老早設有明確的監督機制 是我們的國會怠惰不敢用 我們的台灣已經賦予三把刀 如果不用給你九把刀也枉然 往下走 所以呢 最後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未來的一個制度應該是什麼 確立權力分立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們的國會應該向總統治下的國會的角色 進行強力監督 所以我們贊成把監察院回歸立法院 謝謝 好 謝謝好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管碧林委員發言 因為他剛才是跟好教授做交換 那因為呢 曾建源副教授他下午有課要先行離席 所以我們在管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請曾教授發言 那曾教授發言之後我們請 謝良辰講師準備 謝謝 三分鐘 謝謝 本席認為如果在這一次限改的時候 單獨把隔回同意權拿出來作為修憲的主題的話 這是非常的危險 我從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全世界各國 我們把政治衝突拿來分類的話 政治衝突是有層次之差別 如果你是政策面的政治衝突 跟你是屬於政治面的政治衝突 以及屬於是憲政體制面的政治衝突的話 基本上它的衝突的層次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麼台灣這個社會它的政治衝突 目前還沒有表現在它是社會階級的衝突 或者是其他部分的衝突 而台灣的政治的衝突 是全世界所有政治衝突形態當中 衝突的層次最高的 也就是統獨的衝突 那是民族主義的衝突 那我們知道民族主義的政治衝突 在全世界的經驗裡頭 除了說是英國或者是加拿大 他們用憲政主義去解決衝突之外 絕大多數的國家這一類的政治衝突 他們甚至於是會導致於內戰恐怖主義 諸多非常激烈的政治衝突的現象來表現 但是在台灣這樣的政治衝突 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之下 它是如何的表現呢 它是表現在行政跟立法之間的一種 對於相關國家走向政策方面的 互相卡關這樣的一個形態的方式來表現 而這樣的一個形態的方式來表現 它同時也顯示在民意非常的迅速 民意的領結 非常的方便的一個新媒體時代 它連結了我們的任期制的選舉之中 來化解這些所謂的政治衝突 所以我們如果不是非常拘泥的 從總統行政院院長跟國會之間的運作 來看全責相符 我們要相信台灣的現行的 憲政體制的運作的結果 它是有展現出政治責任由誰負責 這一個政治制度最核心的這一個面向 也就是說我們的政治制度 我們的憲政體制 有沒有辦法要求政府負政治責任 答案當然是有 我們從2000年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取得政權 2008年失去政權 以及現在展望2016年 大家對馬英九政府及其政黨 從九合一選舉之後 所展現的批判這種審判 台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社會 我們在政治的運作上 總統、國會與民意 形成了一個相互陣衡的三角形 台灣的政治的政治責任的這個苛責 是在這個三角形之下 去在選舉制度的任期制之下 去取得對於政治責任苛責的一個機制 在這個機制之下 如果我們把隔回同意權納進來的話 那會把目前行政跟立法之間的衝突的對立 深化滲透到行政部門變成內部的對立 如果一個統獨的衝突 它是在行政部門的內部 由聯合政府所組成的行政權的內部 由統獨的尖銳對立的衝突形式的話 我相信那對台灣來講 它會是一個動彈不安的憲政制度 謝謝 好 謝謝廣委委 下一位 我們請曾教授發言 曾教授發言之後 我們請謝老師發言 江委委員 各位在座委員 各位先進各位老師 先跟各位致歉 因為下午有課 請容我先發言 我今天針對三點來談 第一點就是關於我們提剛當中 談到五院制度的調整 那麼我們 我相當贊同 早上 這個廖元豪教授所提到的 就是說 未來我們一當朝 三權分立的這個架構 來進行調整 那如果我們現在還沒辦法 進行這個 在五院制度的調整 透過修憲來完成這個三權的這個實現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朝這個縮小 縮小這個大法官 縮小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及這個工程會 這個最高級的這個司法官的這個原額 從這邊開始 那麼另外一點呢 就是說在考試院 考試委員 以及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我們都可以先從這個組織的受身 先做起 我想這個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 獨立職權的這個行使 那 那麼但是 但是剛剛這個廖教授所提到的 他說這個建議將這個法案提案 法律的提案權 全部交由這個行政院 來統一來行使 那麼我這個有點保留意見 因為這個法案提案權是跟他的這個決策權有關 因為他要推動 這個 比如說考試政策 司法政策 或者是跟監察有關的這個監察 行政監察的政策呢 他必須要有權利 那麼他也必須要有經費 那這個是不能分割開來的 所以我想就是在我們還沒有調整為這個 三權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麼認為現行制度還是有它維持的必要 那至於說這個廖教授所提到的這個 司法院跟這個監察院考試院 他們在這個 獨立行使職權的部分 他認為可能會影響到所謂的這個行政議題 我想這部分呢 我就是說提供的意見 就是說 這個 所謂獨立機關 一般來講獨立機關的設置 它事實上就是對行政議題的這個原則的一種例外 那麼 所以我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國家為什麼要獨立設置這個 司法考試監察 在所謂五權憲法的這個原理之下 那麼我想這個它是對於這個行政議題原理的一種例外 或者是一種我們國家特有的那種憲政文化 說憲政這個經驗的考慮之下的一種產物 我想這部分呢 並不會破壞掉我們的憲政的一種精神 那麼第二點呢 談到就是關於這個 我們的中央這個政府體制 憲政體制的問題 我想這個我們當年在第四次修憲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會形成今天的我們這樣的制度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 所謂的這個被動 總統的對被動解散國會權 以及複裔門檻的這個 這個降低 其實當時 我當時參與的這個 修憲的這幕僚的工作 的確 當時是有意的 那麼去強化這個 雖然在總統直選的情況之下 但是當時的這個在野黨民進黨 的確是有意的 要提高國會 那麼對於整個政府啊 這個人事組成 決策一種參與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制度 它並沒有因為總統直選 那麼就朝向總統制 而是朝的對 就當時對於這個法國第五共和的理解 那麼來參考 來修正我國的制度 可是呢 我想這個 對於憲法的文本 的這個解讀 我們還是必須要 配合後來的 憲政的實踐 已經這個憲政實踐所形成的 憲政管理 從2000年跟2008年 兩度的政黨崩替之後 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以總統 民選的總統為中心的一種 國家的行政的決策 的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機制啊 已經形成了 那麼所以呢 我想這個過去 我們在所謂這個修正 法國第五共和之下 那麼希望這個 正在維持行政院 當時希望維持行政院 作為這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或者行政決策中心的 加一個當時這樣的考慮呢 我想在這十幾年下來 兩次政黨崩替之後呢 我們發現 這個的確 可能有它不切合實際的地方 那麼所以呢 我這邊就是 也呼籲 就是說 我們在未來思考 我們的憲政 體制調整的時候 必須要參考 思考到我們 這個 至少兩次政黨崩替以來 人民對於總統角色 一種高度的一種期待 那麼所以我也看到說 我們這次修正版本當中 也提到說 將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這個部分 進一步明確化為 總統想有這個 國防跟外交的這個 所謂的保留權力 我想這個部分呢 也是不切合實際 我們知道 就這十六年來 我們兩任的總統 他們都對於這個國家的 大小事物呢 他們都可以運用 他們的直接的民主的正當性 來表示關切 甚至進步影響到 行政院的這個決策 我想這部分呢 是我們的這個選民 我們的政治文化 在這種直選選舉 對民主情況私下 所形塑出來的一種 我們的憲法的一種意識 我想這部分 我們必須要加以正視 那第三點呢 就提到就是說 我想 雖然不是在這次提高 但是我 我要提出來 呼籲大家各界來重視 也就是說 很多人認為說 雖然之前 國民兩黨兩大黨都提出修憲 對於修憲似乎有共識 事實上對於修憲的內容呢 兩黨的立場是南遠北側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看到 像過去幾次重大的修憲當中 在修憲機關之外 那麼會有一個總統召集的 一個政黨的協商 或者是一個 也是國事會議 全民的 或這樣一個政治協商的 一種機制的行程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看到總統並沒有 並沒有這個強烈的 這方面的政治上的動機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就說 我希望說 民進黨以及國民黨的黨主席 是不是對於這個 怎麼樣進行政黨的協商 這個問題要真正的 要進入到實質的思考 那麼我想這個立法院的 各黨的黨團也必須對這個問題 要進行嚴肅的思考 我們公廷會看了很多 可是呢 真正進入到這個政治工房 這個的時候呢 各方的這個政治利益的 還有一種計算跟交換 我想那個 那個過程呢 我們必須要正視它 而且必須讓它 有一個啟動的一個機制 讓它進來 那麼如果總統啊 在這方面呢 目前沒有表達他的一種 明確的一種意向的時候 那麼我呼籲 對於未來 有志於這個總統 為大位的這個政黨領袖呢 應當擔負其佳的一個政治責任 和歷史責任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呃 我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到場的胡祖慶教授 歡迎 那下一位 我們請 謝老師發言 謝老師發言之後呢 因為我們有六位專家了 我們請 本院的林德福委員發言 那林委員發言之後 我們請 陳茂雄會長發言 請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專家學者 還有在座的先生 女士大家好 在這個會議正式 這個發言開始之前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在兩天以前 也就是剛好在 就是在九樓這個會議室 然後包括有縣動盟 跟全縣盟 還有許多公民團體 他們共同舉辦一個 2015年 台灣縣改藍圖會議 然後達成了幾個共識 那我這邊有附書面資料 請大家參與 我就不一一念 那 大致上我的發言 會順著這個 前述的這幾項 會議結論來做一些補充 然後 第一個 就是說 當我第一次拿到這個提綱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驚訝 也就是說 在這份提綱 似乎太偏重 在談 所謂內閣制的討論內容 那 後來甚至有看到它是寫的是 兼談總統職權及定位 那其實我滿訝異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在 學界 包括幾場公定會下來 其實大家在談 台灣的 不管是從比較政府與政治 或者是從比較憲法出發 台灣的憲政架構 其實是比較歸類 屬於半總統制的設計 而且在運作邏輯上 其實是越向總統制去靠攏 那 從1996年的總統選舉以來 其實不管是說歷任級 或總統的表現是如何 可是如果從台灣的政治文化來觀察 剛剛包括郝老師還有其他的專家學者 有提到很多都是屬於比較硬性的憲政設計 那我如果從政治文化運作邏輯來看的話 其實國人對於總統這個職權的認知 其實是認為它是單負政府運作 還有憲政上面運作很重要的核心角色 所以包括政府的施政 或者說政策整理成功與否 還有施政者的表現 還有甚至是滿意度 其實大部分都是鎖定總統為主 那 接著行政院的隔魁 或者是隔魁 就是 內閣裡面的隔員表現 其實又變次次 那其他寺院的人士 或者是甚至於其他的表現 那又更往下走 也就是說 我們對於台灣整體二十幾年來的 一個政治文化運作邏輯來看 包括是從人民執選總統 然後 直接授權總統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個意向表徵 然後尤其去組成政府 任命行政院長還有隔魁 還有包括由內閣再也受到國會的監督 那這樣的政治文化其實跟 包括英國或歐陸 除了法國之外 那些歸類為所謂內閣議會制的那個 政治文化運作邏輯其實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可是這部分題剛剛我看到是太側重 在談所謂內閣制的議題 包括隔魁同意權還有內閣制的功能與實踐性 還有包括說立委要兼任隔魁這件事情 那我們到底未來在談這個相關的憲政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所謂權責相撲的時候 那我們到底還不要再談總統 那我們的國家這個未來在憲政體制的選擇上面 是不是已經沒有總統或辦總統制的空間 那是不是只剩下內閣制的這個選項 所以我其實我贊成不管是什麼樣 未來包括說要完備憲政僵局的解決 或者是說要甚至於要怎麼樣修正 甚至於直接就往總統制修正之類的 我認為這些議題其實 那個字應該只是唯一的一個選項 不應該是唯一的一個選項 所以我贊成說這個部分應該要留在第二階段 再去討論這個議題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其實就是說 關於監察院跟考試院的部分 我認為應該要予以廢除 而且要回歸到所謂立法權跟行政權 那這邊我有些書面資料 我就不細談它相關的內容 那我認為說其實大概除了監察院裡面 審計權的特殊性 也就是未來是設置一個國家層級 例如說國家審計委員會 或是說甚至於即使是設立在立法院裡面 獨立的一個委員會也好 除了審計之外 其實大部分的職權應該把彈劾糾舉 或調查以及舉行聽證這些權力 回歸到國會的立法權這一塊 然後提升整體對於行政權的監督制衡功能 那至於說剛剛有提到說 所謂立法委員兼任隔魁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屬於比較偏向於是在談 議會內閣制的配套設計 那如果以現在113席 立法委員不調整席制的前提之下 那我們來想像未來 如果說立法委員兼任隔魁這件事情 以現在的八個常設委員會 然後每個委員會 會有多少個委員以及召集委員 然後加上我們包括地方 在區域的立法委員的政治文化運作上 那種政治生態來說 我們很難想像說 未來立法院在開會的時候 甚至於包括一些特定的人門的委員會 他如果在下午的時段 會有多少的立法委員在開會 然後會有多少人在質詢 那是有多少委員是跑到選區去跑他 然後幾個 如果說是兼任隔員的立法委員 有多少人是在部會裡面 處理相關的業務 然後不會到立法委員來報告 或備詢 所以說其實整體來說 有關於中央體制的抉擇部分 然後他絕對會牽動到立法委員 整體席次的規模跟選舉制度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 簽依法動權生的一個議題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到 再來我們再提到說 因為這個議題提告裡面 提到所謂的不在籍投票這個問題 那我認為說 本身在國境之內 因為工作就學的一個移轉投票 它的確是有一個討論的意義 可是如果把它擺在修憲層次來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應該要深思 尤其是說如果說未來 如果真的我們把參政權18歲門檻的這個議題 跟行使所謂的那個不在籍投票這個 立法層次技術的問題把它混在一起談 不僅不相稱 而且如果綁在一起談的話 其實是不具有正當性 尤其是說如果說我們特別是說 不在一起投票是要所謂開放政治的參與 或者是保障人民的參政 參與政治的運作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我們如果這個在談的話 其實如果從現任層次來談的話 其實更有必要是所謂的降低 所謂的修憲門檻 而且不應該把現在過高的修憲門檻 把它完全就是說當作是沒有這回事存在 那如果說同樣的 如果要談所謂修法層次的擴大政治參與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就要思索說 其實包括公投法裡面有個門檻太高 或者是公投審議委員會 他未來的他是不是應該要廢掉 或者說檢討選罷法裡面 關於被罷免過高的一個不合理的規範 其實這個也是屬於所謂的政治參與的 擴大政治參與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認為內在邏輯是應該要一致的 不可以只有談所謂的不在籍投票這件事情 最後我花一點時間 就是說我認為說其實立法院本身 他其實是應該要捍衛所謂人民的權利保障 以及基本權利這個議題 所以我認為其實談 說未來憲法或政府設計 這個當然有他的意涵 可是我認為這個關於維護個人的尊嚴 以及保障人權這一塊的話 其實立法院應該要捉摸 尤其說現在如果說 以現在的第二章的基本權利 其實已經六十幾年沒有動 他大概是第一代人權的一個內涵 我在差不多三十秒就結束 所以他其實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的一個新興人權議題 他其實都沒有動 那我們的申請書條文其實 關於這塊只有基本國策這個 那其實他的階段性角色大概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未來應該要再更琢磨這個 關於所謂人權的保障還要與時俱進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這個林德福委員發言 那現場補充介紹我們廖一銘教授 歡迎 來 林德福委員請 主席 貴文同仁與儀會的所有的學者專家 我想如何建立啊 這個權責相符的憲政架構 我想這個議題在這次修憲當然非常的重要 那其實本席啊 在立法院已經也第四屆了 那我也是其實這幾屆來我一直看到 尤其啊這個 各政黨我認為要修憲就是政治算計少一點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要建立權責相符 那這個怎麼讓整個國家的制度啊 這個長治久安可長可久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 那因為這幾屆立委我其實也感受很深啊 為什麼因為我們看到從過去陳水扁時代 他用的行政院院長 你看從唐輝 張俊雄 然後包括尤錫坤 蘇貞昌 謝長廷 最後又折回張俊雄 總共用了要是張俊雄回國的話算是六次了 那到馬總統馬英九的時代 劉兆璇 陳聰 吳敦毅 劉兆璇 陳聰 江儀化 到現在毛治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身為一位總統 其實行政院院長就像你的執行長一樣 但是任何的瑕疵錯誤都是這個行政院院長要去擔負 因為他所有的部位首長都是他任命的 但是總統變成有權無責 那你說這個我們五權憲法裡面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除了行政院的院長任命 不必經過立法院以外 包括其他的市院 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 都一定要經過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這個其實立法院不是要爭那個權 因為你要是說 一位院長隨時在跟動 很多政策的落實 一位接一位沒有辦法銜接 甚至於啊 這個只要院長一跟動 所有的這些政務官 全部都要總持 再來換這個新的政務官 你說這個整個國家制度 這樣經常搖搖晃晃 你說這個國家怎麼會進步 怎麼會發展 所以說我認為說 有權就要有責 你不能說我只有任命權 那我一點責任都沒有 這個國家不會進步 永遠就在那裡打賺 另外我認為可以降低到18歲投票的門檻 但是啊 這個不再急投票 我認為讓全民來擴大參與 我認為這個也是很適當 所以說我一直認為說 我們既然要修憲 要建立長治久安的一個制度啊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認為政治算計少一點 那大家為了我們下一代 為了我們國家的這個可藏可久 就是一定要把那些這個過去啊 不適合的這些制度啊 要把它修把它改 然後讓他這個建立一個 非常可藏可久的一個制度 以上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陳茂雄 陳會長發言 陳會長發言之後呢 我們請孫善好教授 主席 各位女士先生 上個禮拜六呢 有好幾個民間團體 那組合辦了一個台灣縣政藍土會議 可能在場有很多那個參加 其中有一位呢 政黨的代表 他談了一段話 這一段話呢 當然也有道理也有沒有道理的地方 他說我們現在辦的公聽會 請的專家學者呢 都是在談國外的制度 那他說既然國外制度那麼好的話呢 那就是說建立法院的話 你就發包 委託國外的話 來幫立法院修憲 有人講這麼一件事情 那提這件事情呢 他只要說 為什麼要一直在談國外的制度 那沒有談談台灣的民意呢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話呢 是對了一半 因為他很強調台灣的民意呢 事實上呢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台灣的民意 對選舉有興趣 對公共政策不關心 像第七次修憲的時候 那個覆決的時候 國民兩黨去動員 投票率多少 兩成多 所以如果你依賴了我們一般民意來修憲的話呢 大概也是相當遙遠 但是呢 我們很多專家一直談 圍繞了在這個國外的制度的話呢 但是都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 台灣歷年來 發生很多事情很不正常的現象 從來沒有一次是因為體制出問題 都是人的出問題 都是人的問題 不是制度的問題 那舉一個例子 原來1936年公佈了五五憲朝 就是總統制 政治協商會議的話呢 就擔心產生那個獨裁總統 就利用立法院來卡總統 所以才產生中華民國憲法呢 有立法院了 對這個葛魁任免同意錢 以及這個葛魁的復使錢 其實這是不正常的制度 那這個為什麼不正常的制度的話呢 本來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的話呢 有人民獨立選出行政首長 有人民獨立選出國會議員 這兩個是分立的 那分立你為什麼要拿一個國會 來卡一個總統的潛力 那當時所說的理由 就是怕總統潛力太大 產生獨裁總統 那事實上呢 有沒有卡成功 還是完全失敗 在台灣早期的話呢 立法院扮演什麼角色 行政院的立法局 很多那個立法委員的話呢 人極所要的表決的話 都要聽並行事 看那個資深的立法委員呢 以前當過那個政委員的話 應該這個對斷很清楚 真的卡住了嗎 沒有卡住 政治民主化之後呢 正常化了 立法院一定脫離這個立法局的角色 脫離之後的話呢 到了1996年 發生了這個藍營裡面呢 有窩裡環 子流派跟灰子流派又打起來了 打起來的話呢 就是要卡這個 那個格魁任免統一權 拿這個東西來卡 那國民黨也受不了 到了1997年 第一次修憲 就把這個都砍掉了 就變成現在的體制 那至於每一次發生一個問題 通通是領人的因事 還沒有一次是因為制度問題 出問題 那現在呢 現行體制很多人都覺得說 總統有權無責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總統的權有多大 跟美國的總統比起來怎麼樣 美國總統的總統呢 他那個火絕權的話呢 即使嘲笑也大 總統還是主張大權 因為美國你要發生過參宴 眾宴有三分之二 是那個在野黨掌握 沒有這種機會 不過美國總統他是 不太願意去動用火絕權 是為了和諧 能夠不動用就不動用 那火則的話呢 那個美國的國會的話 完全都沒有權利 都是總統的權利 那台灣的總統 有那個美國總統權力那麼大嗎 那另外一個呢 說台灣的總統武哲 我覺得感到非常懷疑 台灣的憲法制度的話呢 規定有罷免 有那個彈劾 國會可以彈劾 當然罷免永遠沒有辦法過關 彈劾也永遠沒有過關 那有人說是門檻太高 當然這個門檻不能太低 太低的話呢 天天都在搞罷免搞彈劾 那真正的言論是什麼 一事形態對立 一事形態對立的話 那個罷免跟彈劾 行統吸收 所以這個情況怎麼會無責 那這也是人的問題 這通通不是制度的問題 並不是我們這個制度 使你總統的話呢 你很安穩 不是 舉上一次的那個 倒閣案來說 執政黨有很多國會議員 也是在罵行政院 但是在倒閣的時候 執政黨一票都沒有漏掉 為什麼 一事形態對立 這是人的問題 這不是制度的問題 那另外呢 你說那個 總統是有權無責 那無責的話呢 這個是說不過去 可以罷免 可以彈劾 但是因為一事形態對立 不可能執行 那你有一點的話呢 不但有責 而且還是政黨被輸 如果總統做不好 你整個政黨都瓦解掉 這種事情的話呢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發生過 2006年 人民對總統不滿意 民進黨瓦解 那到了現在呢 人民對總統不滿意 2014年 看看國民黨有沒有 也欺盡你瓦解 所以不但有責 而且還要拿政黨來背書 那另外有 有關的那個行政院長說 有責無責 這我覺得很奇怪 行政院長從來沒有經過人民授錢 他的權力 他所有通通來自總統 他是一定要對總統負責 他本來扮演總統的幕僚長 那這種情形的話呢 如果你說行政院長 有責無責 那所有的各機關 的各個主管 通通是有責無責 因為所有的主管 你說一個市政務好了 所以局長 是不是有市長任命 那是不是要聽市長指揮 那出了市檢的話 他是不是要記個夠 那記過也記不到市長的身上去 這本來他是要對他的那個受錢的人來負責 所以呢那個我覺得 依照現行體制 行政與立法完全分立 那完全分立的話呢 你弄一個 立法院來卡那個 總統的權利的話呢 本來這是一個不正常的體制 那所以這種情形的話呢 那個 所以說有責無責跟 有責無責 我想這種說法的話呢 那是有問題 那個各級的所長 都是有這種情形 那你拿這一個 那個立法院來卡總統 是不是真的能夠讓總統的權利 稍微縮小一點的話 也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 因為目前的話呢 如果國會都市黨 屬於總統那個政黨 你那個立法院的 格魁任命同運錢 一定是通過了 總統主定哪一個就哪一個 這為什麼 因為有黨紀 台灣 是實以剛性政黨 政黨的話 各於幫總統 來實行這個獨裁的手段 那這種情形呢 那如果萬一是 嘲笑也大呢 國會都市黨跟總統 不同一個政黨呢 那就慘了 本來弱勢就是 產生弱勢總統了 那結果弄一個國會再來卡 那是更是亂 所以現在台灣很多呢 那個總統很容易產生獨裁總統 真正的嚴厲不是體制 是我們是剛性政黨 利用黨紀來控制 所有從政黨人 這才是問題 那除非 你又把它變成 柔制性政黨 那或者這種情形呢 永遠都變不了了 所以我是覺得 現行體制 說起來的話呢 欸不是錯 錯是錯在人的問題 謝謝 謝謝陳委長 下一位我們請孫善好孫教授 孫教授發言之後 我們請李允潔教授發言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公聽會 因為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只就一些基本概念來談一談 基本概念涉及一些修憲的原則 而不涉及一些修憲時期的法律條文的問題 我先談第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要談修憲只有一個理由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一般 所謂老百姓對於現狀不滿 現狀包括很多 比如說我們講的權責不符 權責不清 或者我們很多的所謂政治文化 比如說總統權力太大 這個等等 如果這些是人民不滿的對象 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把這個現狀 當作我們修改的前提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應該去把自己限制某些現狀 當作我們制度修改要去適應的前提 而應該把它當成我們制度改變 要去制度改變所要去改變的結果 不然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奇怪 如果我們制度改變是為了適應現狀 而現狀又是老百姓所不願意的 那麼我們的制度就很奇怪了 我們要改變以便讓人民能夠接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東西 或者我們說老百姓要的就是他們正好不要的東西 這個會變得非常奇怪 這是我們在談修憲的時候 第一個首先要確立的 我們不能夠以現狀來當作修改制度的前提 第二個很多問題在我看來 很多我們的看法在我看來其實都是顛倒的 比如說我們常說總統直選所以權力要非常大 我們總統直選出來了 所以他要有權力 我看來這件事情是反過來了 正好是因為總統權力很大 所以我們怎樣讓他直選 不是直選之後就要有權力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 我們知道小學現在各個小學的模範生 都是各個小學生直選的 我們聽說過哪個小學模範生直選出來之後 說他要有權力嗎 好像沒有嘛 對不對 剛才這個好教授說 我們選了柯P出來 難道是要他當四大運的吉祥物嗎 當然不是 可是 四大運的吉祥物 能不能夠讓我們直選呢 好像也可以吧 對不對 我們可以大家投過來選 我們四大運吉祥物要用什麼東西啊 可是選出來之後你要給他權力嗎 好像也未必 對不對 所以直選跟權力其實是兩碼的事情 沒有人規定 直選出來就一定要有權力 那第三個概念就是 我們說大家都講了 我們已經選了20年總統了 使人民已經要選總統 所以我們的總統是直選的 可是在我看來這也顛倒了 這是當年李東輝想要當直選總統 以至於我們現在有直選總統這件事情 在李東輝之前沒有人民要直選總統這件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又要問了總統要不要直選啊 幹嘛總統非要直選不可呢 很多國家沒有總統直選啊 英國沒有總統直選啊 德國沒有啊日本沒有啊都沒有啊 他們都不是民主國家嗎 什麼理由非要總統直選不可 這個才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第四個我們常常說 我們已經20年選了人民不會同意啦 你現在廢除了總統直選 老百姓不會同意啦 可是我們想想看 各位記得我們的省長曾經直選過 當初省長直選的時候大家多麼的心高采烈啊 可是一任做完之後說不選就不選了 有沒有人民暴動 沒有 對不對 我們的現在的比如說新店市長 比如說新店市民以前是可以選市長的 現在不能選啦 新店市民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新店市民沒有說我們要選市長啊 我們不要啊我們不要官派一個區長啊 沒有啊 制度改了 選什麼東西就會跟著改 只要制度改的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的選民 不會說我們不要 我相信我們的選民是這麼的 盲目 那麼第五個問題 第五點啊 我們現在通常講 權責不服 權責不輕啊 在我看來這個 很多人講權責不輕 是總統跟行政院長之間的權責不輕 在我看來不是 權責不輕來自於 立法跟行政的分立 只要立法跟行政分立 這個行政首長一定是有權無責的 除非我們把負責當作挨罵 如果我們可以 比如說立法委員 各位立法委員 把官員叫來面前罵兩頓 這個叫做官員對立法委員負責的話 那麼OK 我們的行政官員是要負責任的 因為他是要挨罵的 可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比如說科幣說 你們嘴巴掌在你們身上 嘴巴掌在你們議員身上 你們愛講是你們家的事 我心意已決 對不對 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有權 我不向你們負責 所以權責不輕啊 這件事情是立法行政分立之後的必然結果 第六點 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如果要憲改的話 我覺得應該以這個原則出發 就是我們不是要去限制或者監督行政權 不是要立法權去監督或者限制行政權 而是要立法權取代行政權 如果一個政黨 他裡面有一個所謂實權人物 有最有實力的人 馬英九說 我們要 黨裡面最有實力的人要出來選總統 結果說這個不對啊 黨裡面最有權力的人 最有實權的人 應該出來選立法委員 然後由立法委員去當行政院長 這才是一個真正政黨政治 該做的事情 不然的話 如果我們現在按照目前的狀況 一個黨裡面最有權力的人出來選總統 那麼我們永遠都會在這邊兜圈子 總統、立法院、行政院 三個三者之間的關係糾纏不清啊 會始終在兜圈子 第七點 我說也是個顛倒的概念 並不是由立法委員兼任行政官員 兼任部長 而是由部長去兼任立法委員 我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當說實生的時候啊 這個社會系有一個助教缺 我想去當助教 結果西班公司跟我說 研究生不能夠兼 助教 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 當時兩個助教有一個人在念研究所 所以同樣是研究生兼助教 所以同樣是研究生兼助教 如果你是研究生你不能兼助教 可是你是助教你可以兼研究生 我們現在的狀況也是如此啊 立法委員兼行政官員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怪力怪氣 行政官員來兼立法委員 那可能就不一樣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任何一個政黨在提名立法委員的同時 他也就是在告訴選民 這個人 如果他當選的立法委員 而我們這個黨 又是國會多數黨 那麼這個人將會是某某部長 比如說江啟臣委員 如果國民黨認為他很適合當外交部長 提名他去當立法委員候選人 那麼就無異於跟這個選區的選民說 如果國民黨佔多數 那麼江啟臣將是立法委員兼外交部長 其他的時間關係就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孫教授 現在我們請李教授發言 我另外補充我們現場的委員 姚文志姚委員 主席姚委員 還有在座各位學者專家 大家午安 今天討論這個四個討論題綱 其實從一二三 三個可以來一起整體來看 那第四個呢 我在另外再談 我認為憲法其實是反映人民的集體意志 那麼但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唯一比較能夠就是說 以學理為出發的就是張軍邁 創立的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他參考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進來 那到後面的我們到中華民國代台灣的幾次修憲 那麼在我看來 我們的憲法的修改 基本上是反映了當時的民意氛圍跟政治實力的反映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來解讀 事實上我們從九二年的修憲 當時有公民直選跟委任直選 最後選擇的公民直選 事實上是反映了當時要確立台灣的主體性 那麼後來我們仿下了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 究竟是請向內閣的雙首長制 還是請向總統雙首長制 那當然這中間一直有所爭議 不過後來在修改成為偏向總統的內閣制 也就是改良式的雙首長制之後 卻造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權責不符 少數執政跟政治僵局 也就是說當你這個總統制 當然總統直選他有一定的民意基礎沒有錯 可是立法院同樣有民意基礎 如果在國會的民意基礎 跟總統的民意基礎之間 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平衡 或者相對的妥協的話 這個政治機制會出現問題 所以在阿扁八年的當中 確實是出現少數執政的政治僵局 那麼所以現在 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我們今天探討 到底我們修建要不要談憲政體制 內閣制或者總統制 或者請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 或請向總統的雙首長制 要不要談這個東西 我們要先問一下 目前的民意氛圍有沒有改變 我們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認為不管是藍綠政黨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清明黨台聯 都應該拋開 站在2016總統跟立委選舉的這種 政黨利益的算計當中 譬如說民進黨認為2016總統我贏 所以原則上 我不會贊成往這個內閣制調整 那國民黨認為說 我立法國會席次 我可能還會掌握多數 所以我要往內閣制調整 那其實我又拋開這個政黨的 對2016的算計來看 我們要問一下說 目前修憲人民有沒有那個氛圍 希望說往內閣制調整 那我要問說看看柯P現象 柯P為什麼能夠以85萬票能夠當選 超越藍 超越藍力是他的一個訴求 所以其實這10年來這5年來 台灣人民已經有點厭倦的藍綠二鬥 這是個事實 而你如果做民調你問 很多人民他認為我是中間選民 我不選黨我看人 所以為什麼柯P現象第三勢力會崛起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認為內閣制 往內閣制傾斜比較有能夠有 有一個機制可以改善藍綠二鬥的情況 因為內閣制他比較有可能成立聯合政府 內閣制他比較有可能說 假設總統是由民進黨執政 國會是國民黨多數黨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總統跟國會勢必要有一個協商 有一個協商 對內閣的這個格魁要來一個協商 那這樣的協商或者是說 假設這個聯合內閣出現 比如說民進黨跟親民黨或者台聯 或者是國民黨跟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聯合內閣能夠有效的化解藍綠對立 這樣的一個尖銳的這個氣氛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從現在的民意氛圍來看的話 台灣中華民國的憲法確實是有必要 逐漸從過去偏向總統制的雙手賞制 往偏向內閣制的雙手賞制來傾斜 來調整 那這個調整呢 不能夠只是說 我認為當然很重要一點 你一定要恢復隔魁的同意權 你是讓國會的民意能夠有所呈現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你那個選區制 也要做配套措施 我認為 如果我們將來要走向聯合政府 或者所謂的這個雙手賞制 偏向內閣制的雙手賞制的話 那麼我們勢必要調整為中選區兩票制 因為現在小選區兩票制 那麼不可能有第三勢力的這個茁壯嘛 勢必這個一定是藍綠的那種結構的固化 一定是藍更綠 藍部更綠北部更藍嘛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考慮打破這種所謂的 藍綠惡鬥這樣的氛圍 因為民眾確實也厭惡了藍綠惡鬥 確實 那我們事實上應該考慮 是不是選區制也要改變為中選區兩票制 讓第三勢力有一個空間的存在 那麼我認為任何的憲法都必須要與時俱進 要考慮當時的民意氛圍 那麼如果說既然科幣現象跟這個網軍呢 反映了所謂的第三勢力的 或是說這個厭惡藍綠對立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我覺得我們確實應該思考 怎麼樣能夠多一點內閣制的精神 這個雙手掌制 那麼最後一個我要談一下就是關於最後一個提綱 就是降低選舉前年齡到18歲跟不在籍投票制 其實這兩個東西是同樣一件事情 就他們這兩個如果是降低年齡權跟擴大不在籍投票 它其實都是在於擴大民族參與 就是保障人民的參政權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個降低年齡選舉權 是因為網軍的崛起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那麼實際上年輕人 你看到PPT裡面很多在發言的人 都18歲、19歲、20歲的人都熱烈參與 所以我個人認為 因為過去我也曾經在親虎會服務過 我非常了解年輕人的想法 我認為降低選舉前年齡是有必要的 就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夠更早人參與政治 關心公共事務 那麼這也符合網路世代的心聲 但同時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 不在籍投票制度也我覺得也有必要來實施 我們看目前全世界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國家 包括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芬蘭、意大利、丹麥、比利時 這些國家的服務員、人口 事實上比我們大的多 比我們大的多的國家非常的多 但他們實施這不在籍投票也沒有問題 你說台灣有沒有這個條件 當然有 我們每一次開票都從四點鐘開始開票 好多選舉到不到七點鐘就開完了 而且非常的平和 很多的國外記者對台灣的民主成熟程度是非常的驚豔 因此我認為 與其從防閉的角度說 台灣不適合實施不在籍投票 我認為不如往積極正面的方向去思考 至於台商在大陸投票的部分 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以取收防範 中共會在那邊影響台商投票 不如這樣思考說 在中國大陸沒有投票耶 沒有這個民主權利的行使 如果在中國大陸土地上 有台灣人在那邊行使投票權 這個對中國道來講是多麼重要的櫥窗意義 而我相信以台灣人 來管理這個投票的這個動線 跟這個投票的這個規則的話 我不認為即使在大陸會出現什麼問題 因為我對台灣人的民族素養 跟公民的這個水準是有信心的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李教授 下一位我們請彭景彭彭教授 彭教授發言完之後 我們請廖義明廖教授來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學術先進 非常高興有第二次的機會來發言 我想我今天講的主要在講三點 第一個是修憲是必要的 第二個修憲要研究 第三個我們要用開國際標的一個方式 那麼來推動修憲的工作 其實修憲為什麼會是必要的 它絕對不是只有因人的因素而已 而是制度上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第一個碰到的是一個 現在目前違憲非常頻繁的這種情況 那馬總統在總統府裡邊 他有人民的正當性賦予他 但是他在總統府就可以發布人事 然後還可以發布重大的國家政策 這明顯就是違憲的 我們的立法院有時候也會讓我們的監察院 給停業三年 委員的同意權也可以不行使 不管我們講什麼 這都跟憲法規定是不合的 如果我們看行憲這部分的話 考試院它有那麼多的委員 但是真正做事情的只有一個 兩個叫做一個是考選部長 一個是叫權序部長 那麼委員們來做政策的一個擬定 但是政策的規劃是部長 執行也是部長 結果部長還有會有可能被譴責 那如果我們看這一次所提到的 大院所提到的各種的一個修憲案 我們大家可以把它分成三種 一個是降低投票年齡 我想這個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 看起來超越政黨也都會支持 那麼第二個是有關於中央政府的體制 也就是今天我們提到裡面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基本人權部分 我看到很多的基本人權的部分 我們大概都要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看不到我們對於世代 付稅公平正義的一個重視 其實也就是降低投票年齡 它會帶來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看到修憲案裡面 現在所提出來的這些修憲案 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 比方說立法委員要兼官員 那麼立法人數就太少了 所以還是要修其他的條文 要把立法委員人數要增加 那如果立法委員的能夠同意行政院長 那我們就不就回到1997年 我們又會碰到的 就是因為在人數上 沒有辦法得到這個足夠的同意權的時候 形成了一個憲政獎局 所以才有1997的修憲嗎 所以整體上來講我們知道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的 也就是說憲法裡面的規定到處都是問題 而沒有辦法解決只是我們視而不見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如果我們要解決中央政府體制這部分的話 很顯然我們必須要考慮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子來選擇未來的憲政體制 會比較好 剛好我們的憲政體制是在中間 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 那麼往議會內閣自走 那麼也有可能往總統自走 然後呢也可以停留在縣制 那麼雙手掌制 這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我想我們應該要考慮到的一件事情是 21世紀資訊科技發展的結果 資訊傳遞已經非常非常及時 而且零成本零時差 然後所有人馬上就會接收到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憲政體制 是不是能夠更快速的反應民意 這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我們看我們的憲政體制 所謂的行政立法跟考試 三者聯合起來 才能夠決定我們文官體制的一個改變 很顯然 都是曠日會死的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國的憲法呢 剛剛我們也有先進了 也提到了 總統加上五院 那就是六個節點 六個否決點 也就是讓我們的制度 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如果我們要正的方向去走 相對 光譜的另一端呢 也就是議會內閣制 議會內閣制呢 它跟我們以往常常講到的 所謂的權力分立啦 制衡啦 等等的這些 權責相符的這些 我們很熟悉的這些名詞 其實都完全不一樣的 那叫做行政跟立法合一 那行政跟立法合一呢 它幾乎是沒有節點的 它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做得好你繼續幹 總理做得好繼續幹 做不好就下台 我們看到在OECD國家 三十幾個國家裡邊 二次大戰之後 就有49個總理 任期超過八年 那麼它對政權的穩定 政府治理的一致性 都是非常棒的 那如果我們再看 從逆向工程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民主國家最主要的是 採取什麼樣的一個制度呢 大概都是議會內閣制 當然會有不同的型態 但是基本上都是 以歐洲來講的話 那麼這個 相對的 只有華國和葡萄牙 不是採用議會內閣制 那在OECD國家裡邊 二十八個採用議會內閣制 也就是八成採用議會內閣制 那這個跟二次大戰之後 特別是1970年代 80年代以後的情況 會有一點點的一個不同 那就是說 剛剛我們好陪志豪教授提到的 現在雙重採用議會內閣制 非常普遍 可是它大概是存在什麼樣的國家呢 東歐國家 也就是後共產國家 甚至於還有其他的國家 那我不敢很確定 說到底一定要是哪一種制會比較好 但是我很確定的是 我們一定要全盤的考慮 甚至於讓各種的這種憲政制度 有一個公平競爭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們面對了1997年修憲的時候 發動了那麼多的人力物力討論 那麼各種的一個準備工作 才達成了1997的一個修憲 但是現在看起來 我們知道 就算這麼多的討論 都還是有一個核心的問題 行政院長沒有立法院的同意 而造成行政跟立法的一個講局 更何況我們現在所面臨到的是一個選擇 是一個全盤的選擇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選擇呢 那我就會非常支持的 我們一定要全盤的做準備 也就是全盤的研究 我們不要衝突的來家裡定案 那麼要怎麼做 我在上一次的發言裡邊 也曾經提到過 但是我再講一次 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採用國際標 講白一點啦 我的書面有 但是我講白一點就是 我真的很懷疑任何的一個政黨 任何少數或多數的學者 或是一個學會或是民間團體 或者是政府 他能夠提出一個配套的 不管他是議會內閣制 辦總統制 或者是總統制的一個配套的一個法案 而能夠進行比較理性的討論 那麼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 我們非常需要的就是 國際學者跟國內學者 共同的研究國際的 以及國內形線的經驗 聽取老百姓的這個意見 我們花錢把這個準備工作給做好 那以上呢 時間的關係呢 我支持18歲的 這個降低年齡 以及這個召開國際標 讓我們能夠真正落實完真的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彭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廖一鳴教授發言 廖教授發言完畢之後呢 我們請由美女委員發言 接著我們再請胡祖慶教授發言 還有顧中華理事長請準備 那這邊特別感謝顧理事長 配合禮讓發言的順序 教授說 好 首先也很謝謝顧老師 讓給我先發言 那很謝謝主席 邀我第二次來這邊參加空聽會 那麼這次空聽會呢 根據上一次參加第一次空聽會的一些 一些心得 我也有一些 進一步補充我自己之前的發言 以及針對我們這次公聽會的 最重要的題目 那就是如何建立全則相符的線線架構 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那麼我想 無論我們的公聽會 所要討論的題目有多少呢 這個最重要的 大概就是所謂的 如何建立一個全則相符的線線架構 以至於呢 讓我們這個社會 能夠建立一個 處處從上到下 或從下到上 都是一個全則相符的社會 那麼我個人認為 要做到一個全則相符的機制呢 首先有一些 迷思必須去破除 就是說 有一些迷思是讓全則相符 這件事情 無法實現的迷思 第一件迷思呢 就是剛剛各位都有講到就是 選票越多的人 好像就權力應該越大 我認為這是一個迷思 就是選票越多的人 或者是在媒體面前發言的機會越多的人 就可以權力越大 這是第一個迷思 第二種迷思呢 是認為所謂的負責任就是被罵的機會越多 負責任的機會就越多 我認為這個被罵應該不叫做負責任 負責任應該是有一些機制 有一些制衡的制度 才叫做負責任 第三個呢 是不是 我個人認為現在 我們社會上有一種迷思 就是說 好像所謂的權力是由 憲法法條或法律的法條文士所決定的 而不是由慣例 或者是文化 或者是一些社會現實 乃至於組織 公部門的組織文化來決定 但事實上呢 有些人的權力 他可能在憲法裡面 或是可能在整個法條當中 他沒有權力 但是因為整個政治文化的 組織文化的 政治現實的情況呢 使得雖然一個小小的 機關裡面的小小的公務人員 他所擁有的權力 可能比一個立法委員還大 所以呢 我們如果能夠破除這樣的 權責相符的這種迷思呢 才有可能進一步的建立一個 權責相符的制度 那根據第一個迷思呢 就是說 選票越多的 或者是發言機會越大的 那麼他的權力越大 這樣的情況呢 就存在我們現在 台灣的所謂的總統制 我們好像認為說 現在我們的總統是直選的 那麼天天所有媒體都在罵他 然後所有的輿論跟 跟這個 這個 公民社會的 所謂的社運團體呢 都把問題指向他 彷彿他就 權力應該給他多一點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剛好就代表了 剛好就代表了 我們社會這個迷思的沉重 因為 就我們憲法的規定 這條規定 倒是都還很少人在討論 那就是 國家的重大 所謂的重大公共事務 重大的國家決策呢 除了 除了 就只有兩個單位可以決定 一個是所謂的 立法院 院 院會 再來就是行政院院會 再來就是行政院院會 這個 我過去在 李登輝總統時代呢 擔任在經建會 上國班 那個時候只要行政院院會所 決定的事情啊 大概總統府 不可能有任何 去智慧去 去推翻 或者去發言的機會 就是完全是 現在院長決定的 那麼現在呢 因為有了總統 有了好像我們認為總統 應該權力很大之後呢 行政院院會所做的決定 政務委員們在各種會議當中 不斷的在各部會當中 所做一些協調呢 很容易就因為總統府 某些意見就推翻了 造成整個行政體系呢 在這個公務的 決策跟指引上面 都很大的問題 那麼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要讓我們台灣 現在的總統的制度 能夠走上一個 比較全責相符的制度的話 必須要相當認真的 討論行政院長 現在他在整個行政的慣例 已經五六十年 六七十年的行政慣例當中 行政院長的角色 行政院長的角色 以及如果真的要給 總統很大的權力的話 那麼相應的 究竟也就是第二個迷思 是怎麼讓他負責 總統如果要有很大的權力的話 他的負責機制 不應該只是每天在 每天在媒體上被罵 我們最近就發生的 台灣的地方制度上面呢 有一位選票很多 那麼甚至以後 可能參選總統或副總統的 那麼甚至於呢 民間聲望也很高的一個 地方型的 總統制下的行政人物 他只是他懷疑 這個監督他的當位的議長呢 是違法的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權力來判斷 人家有沒有違法 他懷疑這個人是違法 他就永遠不進議會 結果呢 整個國家制度好像怎麼搞都搞不夠他 他就是不進來 像這樣的現象就是什麼 好像媒體上被罵了多 媒體上被關注了多 選票上多 但真正到制衡的時候 實際上是 沒有一個真正的制度 能夠讓一個不進議會的行政首長 他一定得進來 或者是讓他這樣的決策呢 不會帶來國家政局的動盪 那麼我個人認為呢 如果說 無論朝一兩黨 無論這個藍綠各黨 對於總統制 未來的設計如何 如何設計呢 對於總統這個人 如果真的遇到了問題 遇到了所謂的民意 民意的這個反對的時候 要真正設計出 有辦法讓他改變決策 的這樣的制度 否則這樣的這個權責相符 是不可能不可能實現 當然如果反過頭來說 不用你去實現這樣的這個 覺得說總統有了這麼多的選票 他就不應該在 在他的後來執政當中 受到民眾太多的這個 制衡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呢 如果還有未來的總統 他的所謂的 所謂的選民的民調 低於百分之十八或百分之九的話 就沒有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 有資格說 民調百分之多少人應該下台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初選總統的時候 得到那麼高的選票 就代表這個選票 對他來說 是合法有意義的 那麼接下來 最後呢 我談到就是說 無論如何我們這個 所謂的權責相符 就是權力越多的人 他真正的權力應該來自於 他被規範 被約束 再加上他自律能力的這個高低 那無論在總統的權力的設計上 或行政院長的權力設計上 或者是 十八歲到二十歲 這一段年齡的孩子們 他們的權力的設計上呢 我認為 我也很主張 贊成十八歲 十八歲到二十歲的這段 這段小平 給他們更多的政治權 但是給他更多政治權的相應的 我認為說 在我們台灣現在的某 許多制度上面 也應該給他們更多自律 自己做決定 以及自己負責的這個 所謂的必要性 你比方說 進了大學之後 我們現在整個國家 整個這個 比較福利國家的制度 好像對於這個大學生 他的學費應該繳多少 他能不能 以學生的身份 從事公職 或從事任何職業呢 還是相當程度的保護他 沒有給他自律跟自我約束的能力 我認為這些都應該在未來的修憲當中 在進一步的對於其他相關法律的規範 予以做採討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意見 謝謝各位 謝謝廖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 游美女 游委員發言 主席還有乍場委員 我們今天說的 練習的專家學者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的修憲公聽會的 第八場的一個公聽會 那這一場裡面 其實我們的討論的議題呢 其實還就蠻雷統的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剛剛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也看到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裡面 提到 第四點呢 提到說 這個降低呢 這個 就是從開放及保障人民參政權來談修憲 降低 這個選舉權的年齡到18歲 那確立不在籍投票制度 那其實呢 從這裡來看的就是說 要把不太極投票制度 把它跟這個降低年齡 18歲綁在一起 那美其民說是要 這所謂的 擴大人民的一個參政權 那剛剛呢 謝良辰 謝教授也提到了 很清楚的提到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擴大 人民的一個參政權 那你應該去做的 其實就是這一次 第一個呢 就是在這前 這個上個禮拜六呢 所人民所召開的這個所謂的公民人民的這個 這個台灣的獻改的藍土的這個會議裡面 他們得到了一個結議呢 就是希望能夠 不管是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的修憲 都應該讓人民能夠實質的參與 有審議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立法院呢 應該要再多加檢討 那所以呢 在這裡呢 他們也得出了一個結論 一個就是說 你應該要降低修憲的門檻 降低投票的年齡 那還要降低這個被選舉權的年齡 那還有降低不分區立委的這個門檻到3% 以及呢 就是降低的修憲的門檻 那你只有從這樣一個角度呢 才能夠真正的來 所謂的擴大人民的一個參與 而不是從不在籍的投票 那不在籍投票 其實它是屬於法律的一個修改的一個層次呢 而不應該是在這一次的這個修憲的一個範圍 那另外呢 這個剛剛的好教授呢 好培志教授他其實也提到了 就今天呢 這整個一個修憲 其實呢 到底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 或是辦總統制 我們台灣所出現的問題 其實是總統的這個權限的不明 那總統權限的不明呢 就是在我們看到說 我們今天總統的權限 在憲法裡面沒有去規定 那其實只有透過所謂的一個總統 對於這所謂國家安全的一個大政方針的一個權限 那在這裡呢就會看到說 總統透過這樣一個曖昧不明的地方呢 他去介入到這所謂的整個一個 不管是我們整個一個內政的問題 但是依照郝教授的建議呢 他說其實你今天在這所謂的辦總統制 你本來就應該給總統一個很清楚的他的一個權責 其實他應該就像一個所謂的 這個董事長跟CEO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由總統來認命這個所謂的行政院長 那由行政院長他來依照這個總統的這個意志呢 來總統來主持國會議 所以他應該包括內政跟外交 我想這些呢也都是不如讓我們給我們一些典型的 讓我們重新來思考 其實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應該是去明定總統的那個一個權責 讓他的一個權責能夠非常分明 那以及呢就是行政的歸行政 那立法的歸立法呢 那怎麼樣去加強國會 所以加強國會裡面呢 怎麼樣去把所謂的五權 馬上回歸到三權 那廢考時間 我想這個部分呢是今天 給我們一些比較深的一個思考 謝謝 謝謝接下來我們請胡教授發言 各位學界先進以及在場的女士先生大家好 那我想那所謂隔魁同育權的問題呢 我們要再一次的表達呢 其實這個問題啊 不是從最近才有的現象 其實從2000年以後呢 關於隔魁同育權的問題呢 就不斷地被拿出來討論 那所以說當時呢 像學界的先進像是蘇永清教授 像是這個周玉仁教授呢 都有對這個問題呢 表達了一些看法 那我個人呢 在自己的所寫的一本小書裡面呢 也都反覆地重申啊 就是說希望呢 能夠恢復1997年以前 這樣的一種隔魁同育權的問題 所以說在這方面呢 我個人是認為 不管是我自己或我 參與服務的政黨呢 沒有太多的政治的算計 那其次呢 我們要提到就是說 現在所謂的權責相符的這個意義 確實是最為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的行政院呢 根據憲法呢 是向立法院負責 那行政院長要向立法院負責 那相對的呢 憲法裡面並沒有規定要向總統負責 那所以說最後 這個所謂負責的意義呢 在我們這個憲政的設計上 其實是應該說能夠控制當事人的去留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現在行政院長的去留 反而控制在總統的手中 而不是控制在立法院的手中的話 那這樣是不是符合全責相符的 這個憲政原則呢 就是非常值得討論了 在這方面確實 同樣施行法國雙手長制 同樣施行雙手長制的法國 他的制憲者 憲法起草人呢 戴布瑞就曾經講 他就是說其實雙手長制本身就是內閣制 就是他的新憲法他強調 第一個他強調是內閣制 後來他在1958年到1962年呢 確實也出任了戴高樂的第一任的總理 那等到他出任總理之後呢 當時他認為呢 根據當初立憲的原意的話 其實總統一旦任命總理之後呢 相關的程序就應該結束 那從此之後呢 要決定總理的去留呢 是要從這個國會 而不是由總統來著手 但是很不幸的 他碰到的是一個強人的總統 就是戴高樂 那所以戴高樂呢 在1962年呢 要求他這個 免去他這個總理職務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抵抗 所以說因此樹立了總統有權任免 這個總理的一個先例 那即使像戴高樂的話 我還是要強調 在1968年沒有繼續在這個國會 贏得過半席次的空前勝利之後 繼續任命原先的總理龐碧杜呢 繼續擔任總理的時候 他當時還提了好多理由 要解釋他為什麼不繼續的任命 一個多數黨的領袖呢 來擔任總理 所以換言之呢 我個人覺得在這個方面呢 其實由立法院來控制行政院的這個去留呢 還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關於這一點呢 我個人今天早上 在來那個大院之前 然後還有在這個報紙 昨天在寫好這個發言稿之後呢 就把這個發言稿也投給報刊了 刊登出來 那確實啊 我也從上次來院裡面參加這個修憲委員會之後呢 發現了一個關於真正的是一個政治算計的問題 就是前不久 蔡英文主席呢 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 希望呢 這個 就表示呢 她很肯定 她不會再繼續任命呢 缺乏政治歷練的學者呢 擔任格院 這她的一個政治宣誓 那如果這個宣誓是認真而嚴肅的話 我就會希望說 這個大家呢 共同來思考 所謂這個 這個背後所代表的政治爭選的這個意義 就是換言之 如果我們不要再任命政治素人 來擔任這個 出任格院 甚至是擔任像行政院長這麼重要職務的時候 那格魁統一權毫無疑問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好的制度設計跟保障 所以說 我們看到像現在 在英國馬上就要進行國會的改選 那你改選完之後呢 當然大家都在看 兩個主要政黨的得票以及席次 以及能不能夠跟聯合其他的政黨呢 來避免一個僵局國會的產生 所以說這個 那也因為如此 大家為了要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呢 才有這個九任 這個 國會議員 九任 這個 相關 相關 格員的一個動機 因為說他 很明顯的 這是屬於一種制度性的爭選 那 像 英國的首相 在 卡麥隆之前呢 一般而言呢 要擔任二十年的 甚至二十四年的 這個 國會議員呢 才有機會呢 擔任這個 這個首相 才有辦法擔任首相 那等到 那相對於說 這個像 美國的情況 還有這個 從兩千年以後 我們國家一直往 這個總統制 這個實踐來 這個靠攏之後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種 制度性 爭選的 這種精神 在我們國家 或在美國呢 是 非常欠缺的 而這樣的一種欠缺呢 會造成 一種什麼現象呢 就造成 不管是 格員也好 或者是 行政院長 或許對於 全國性事務 宏觀視野的 一個缺乏 所以說 我們 看到美國 其實一直要 在歐巴馬 2008年 當選總統 一直要退到 1960年 這個 甘乃迪呢 才是在 聯邦參議院任上 呢 當上這個 這個 總統的 當選總統的 那其他的 這總統呢 很多根本就完全 沒有相關的 這種 資歷 那所以說 缺乏 全國性事務的 一種 視野 是不是好的 也是大家 需要思考的 所以說 我們總是希望 現在 總統的權力 似乎是 過大的 那所以說 我們希望能夠 節制 這總統的權力 來 讓 得到國會 多數支持的 黨政領袖 擔任 行政院長的 職務 而且 如同法國 一旦 這個格魁同意權 能夠恢復之後 他必然會邀請 這個 同樣資深的 國會同僚 出任某些 重要部會的 領袖 進而 指揮 和自己有 互存關係的 議員 來順利通過法案 我想這都是 這個 格魁同意權 背後所隱含的 重要意義 就教於各位 謝謝 謝謝胡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 顧教授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學者專家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 還一直堅持下去 我們 剛剛 謝良成教授有講到說 兩天前 也在這個場地 我們 全國憲改聯盟 還有 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和一些民間團體 我們共同舉辦了 這個 台灣憲政改革藍圖的 這樣的一個大會 那一天呢 其實大家 參與是非常的積極 所以 一直 從早上的九點 到下午六點多 這現場大概都有兩三百個人 大家非常激烈的在討論 在審議 這一次的憲改的一些方案 那其實我們很希望啊 這一次的憲改 一方面是朱立倫主席呢 他自己說出來說希望能夠做 這樣的一個修憲 然後呢 我們就發現到說 有幾個議題有高度的共識 包括說能夠降低公民權 這種 投票的年齡到18歲 甚至包括修憲的門檻 能不能降低 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在民間討論的時候啊 有最高度的共識的 所以我們現在民間其實是有 很高昂的這樣的一種 參與政治 然後看到憲改可以完成的這樣的一種 心態喔 只是我們比較擔心 朝野兩黨會不會 腳底抹油啊 會不會到最後呢 其實沒有真正的能夠 讓憲改能夠達到一些 朝野之間的共識 所以剛剛其實也有人提出來說 民間都討論的那麼熱烈 然後立法院也辦了這樣的一場 又一場的修憲公聽會 但是最後會不會一事無成 是不是朝野政黨應該要 要摒棄成見 應該要放下一些政治的計算 真的好好坐下來喔 做一些協調協商 我們很期待看到朱立倫主席 回到台灣來以後呢 能夠盡快的進入到 憲改的這樣的一個進程 因為在6月16號以前 王院長他其實在兩天前 參加這個憲改會議 在早上致辭的時候 就說今年的 這一個會期應該會延到 6月16號才結束 那6月16號正好是修憲提案 要出立法院 要公告 然後要進行公投的最後一個時刻 所以我們民間還是非常期待 這一次的修憲 大家花了這麼多的力氣 真的不要只是在那邊白費 因為這樣子也代表政治人物或是政黨 他在人民的信任上面 會被打一個大的問號 這不管是從未來的施政 或是在選舉的時候 都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所以我先表達一下 我們從民間的角度來看的話 很希望這一次憲改 大家是真的完真 能夠說 讓這樣的一個期待 能夠進入到公投這個階段 至於公投 那就是朝野還有民間 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因為剛剛也有人提到說 2005年那一次的公投 好像投票率很低 但是我記得那一次並不是綁著大選的 但是這一次呢 假如是明年的1月16號的話 那其實是全國性的大選 那只要大家朝野一起努力的話 我倒覺得公民投票 也許真的能夠讓憲改 往前邁進一步 那我們都了解 這個整個現代的民主政治 它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工程 是一種理性的思維 在這個理性邏輯之下 所有的憲政的各個部門 都需要做一個配套的 這樣的一種統合 那這種系統思維 我們如果做一個比喻來看的話 你今天開車 你可能去買日系車 歐系車 那它本身就是 都已經是很完整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就想說 那台灣這個憲法是哪一國的車 當然 它其實也是進口的 不過呢 是1946年從南京進口 所以它是在南京製造的 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到台灣來以後 其實很不幸的 它被凍結了38年 因為戒嚴體制 所以一直到後來解凍以後 發現這個憲法 其實不太符合台灣的現狀 又要修修改改 那今天呢 我們其實當然很希望說 回到一個比較完整的這種系統性的設計 那它才會有它的合理性 才會有它的可行性 那它的這個合法性呢 正當性呢 也才會有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些總統制啊 辦總統制啊 這個內閣制 那個設計其實也都是需要整套的 所以我們像民間的話 反而希望說 類似像考試監察 這樣子有點莫名其妙的 這個跟現代的憲政體制 完全不太符合的 這樣的一種設計呢 應該在這個時候 就要把它拿掉了 回歸三權分立 這樣子今天討論的總統的職權 怎麼樣子能夠權責相輔 國會的功能要怎麼樣子 達到一個真正的制衡 我相信如果聽政權 調查權能夠回歸國會的話呢 我想這個才會讓這個權責啊 朝一個責任政治來走 剛剛這個郝教授其實有提到說 在法國的這樣的一個 辦總統制的設計 總統應該可以主持國務會議耶 那這其實是權責相輔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 總統不能自己在總統府裡面 打電話給內閣的閣員說我要幹什麼 我們想想看2012年 總統選舉以後 馬上馬總統就出了好幾個 在選前他沒有告訴人民 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 他馬上就做郵電雙掌的決策 馬上就做正所稅要實施的決策 他有經過整個內閣的討論嗎 他有經過跟所有的這些民眾的溝通嗎 完全沒有啊 剛剛我跟郝教授在講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叫做電話治國 他不是毛治國 他是電治國 這什麼就在總統府打個電話 然後就拍板定案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最深惡痛絕的 所謂總統權責不服的一個現成的案例 那我們要怎麼去節制這個總統的權利呢 就像剛剛講的 你國會一定要有比較充分的一個制衡的設計 所以剛剛講到調查權還有聽證權 如果我們把監察院廢掉的話 他應該就是回歸到三權分立 那最後呢 剛剛講到18歲的公民權 我看了一下這個吳玉生委員的提案 其實我要跟民進黨這邊講 假如不在即投票 現在是說 包括大陸地區的台商 都還是要回來台灣投票的話 其實這一點為什麼我們不能真的擴大 讓更多的人能夠來投票 能夠來參與我們的民主選舉呢 我是希望說民進黨好好的思考 在最後在黨團協商 就是所有的公聽會開完以後 王院長要主持黨團協商 我希望絕對要有一些修憲案 能夠出來讓人民公投 要不然的話呢 人民會覺得這一次所謂的憲改 又是在騙 又是在是一個玩假的 那人們對於政黨的厭惡的程度 可能會更提高 謝謝 謝謝顧教授 我們今天受邀出席的這個學者專家 我們第一輪的發言已經結束 那接下來我們請本院的委員來發言 那接下來我們請李應援 委員發言 我們時間三分鐘 謝謝主席 再度感謝我們學者專家 在這個第八場 這已經是第八場的公聽會 我應該是每一場都有到 也非常感謝 這個顧教授剛剛所講前天 兩天前 那個盛況空前 尤其是很多年輕的學生 除了教授專家之外 學生們也很多 社運朋友也很多 大家那個熱情 讓我對於說修憲一定會成功 台灣的憲政制度一定要改 這件事情 充滿信心 我一向就是從事政治運動 社運動 都是抱著這樣的信心 當然是很困難 所以顧教授那個部分 剛剛所講的那部分 我們就是民間要不斷的發聲 繼續發聲 公公拍家 再來繞立法院 都要來繞立法院 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體制外體制內 有這麼重大改革 一定要這樣 那感謝學者專家的意見 剛剛我是用對 雖然沒有辦法在三分鐘裡面 回應每一位學者專家 這樣的一個 不一定是對還是錯 就是大家互相交換意見 我因為二十年前就到立法院 然後在行政院 擔任過兩次秘書長 相關的會議也參加了 所以我認為有的東西真的是 剛剛廖原浩教授有講到 他說我們不是只有條文 包括那個慣例文化 其實這個是對 已經也都很多學者 在以前都提到這個 所以就類似這樣的事情 他說在李登輝總統的時代 他曾經在他的相關單位工作過 那個時候很少發生 行政院院會出門的政策 被總統府打臉 然後否決掉 就類似這樣這個例子 那個時候因為國民黨的中常會 非常強勢 李總統是經過多少年的栽培啊 台北市長 政務委員 台北市長 省主席 一直到副總統當總統 那是他的威望已經達到一個程度 所以他在中常會主持的重大政策 處理之後過去了 然後因為國民黨當時是以黨政運作 到行政院之後基本上溝通完畢 那現在我們都是直選總統 馬總統一樣陳總統一樣 直選總統之後的總統他的民間的威望高 人民對他的期待強 對錯就像剛剛那個好教授所講的 愛之一其生恨之一其死 現在馬總統的權力不夠大嗎 但是他的權力真的很大嗎 擁有所有的多數 對 這麼高票當選 然後國會又多數 為什麼這麼多政策沒有辦法推得出去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走到民間 很自在的到處去宣傳他的政策 主張去辯護 這就是慣例 還有民意 這個第四權 很多現代的政治改變了 選舉之後會產生很多動態的變化 動態權力的變化 這一點我也請我們學者專家 大家一起來思考 我們希望說大家都能夠放開 雖然可能不同的政黨邀請來 但是透過大家共同的討論之後 彼此去聽一下其他的朋友 的制度的好處 然後以台灣做我們最終的思考 什麼樣的制度 如果說內閣市在過去有很多的好處 但是因為這總統直選在台灣 也很多朋友都講了 這個二十年裡面三十年裡面 有沒有可能改變 如果不能改變 是不是以這個為核心 我已經第三次提醒 以這個為核心 然後往佩爾這個來做調整 因為這個是幾乎不可能改變的 其他都是相對的個別的制度都可以搭配 在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搭配 內閣市有內閣市搭配 雙手掌制雙手掌制搭配 總統制有總統制搭配 但這一點我實在是很誠懇的 請我們這學者專家 因為學界的研究都是走在社會的前面 而且散播在全國 如果影響新這個青年學子 它可以構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那我們這個這麼多場 那麼多專家一起共同討論 不要每一個人講完之後我們就離開 我們就回去把各自的其他朋友所講的 都大家討論一下 當然有一天我們能夠透過網路 在網路能夠彼此的交換這個意見 形成更大的共識 還是有機會類似顧教授全洞門 全縣門 縣洞門這些朋友 也是辦一次這樣的 邀請所有參加過公共聽會的學者專家 用一天的時間 大家每次針對相同一個主題 互相交互的辯論 之後會形成會比較有結論的共識 這一點我們一起來努力 再度感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李委員 現場我們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還有李學章李委員 李學章李委員不在 我們就進行下一個 還有林昌明委員有提出書面的意見 我們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輪的專家學者發言 每一個人是五分鐘 現場的各位專家學者 有沒有要先行發言的 第二輪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 他 來請 高 高博士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學術先進 我這個個人砲磚引玉 我只講兩點 第一點就是剛才有先進提到說 其實我們現行的制度原則上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就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現行的制度遇到人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制度沒有辦法解決人的問題 難道人的問題 只能等待政黨輪替的時候再來解決嗎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 現行的憲政體制跟制度 是不是可以解決已經發生的人的問題 那我想民眾也有這樣的期待 就是我們的制度是可以 給有權利的人來監督制衡 我們的制度是可以解決現政僵局的 如果我們發生現政僵局 就只是等待政黨輪替 我覺得這個會造成國家非常大的虛耗 也是我們現在發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第一個是 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可以解決人的問題的制度 這是限改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剛才這個好培之老師有講到說 其實國會有三把刀 這個我們已經給國會很大的制衡的工具 但是國會沒有辦法使用 但是國會為什麼沒有辦法使用 其實在政治現實上沒有辦法使用的這個制衡工具 我覺得就應該來檢討 我覺得就應該來檢討 因此為什麼要等到發生這個現政僵局的時候 才來彈劾 然後我們才要來這個 比如說發動罷免 或者是來倒閣然後再解散國會 而不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一個可以彼此協調 而且是可以維持政府 多數黨組隔 造成政治穩定發展這樣局面的制度 所以因此隔魁同意權我覺得還是非常重要 也是值得討論的 所以我想說還是建議說 第一個我們的憲政改革就是要去解決人的問題 我們要創造一個可以解決人的問題的憲政制度 要修改是依照這個原則 或依照這樣的精神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國會雖然現在已經有制衡的工具 但是是後發的 而且是造成問題之後 其實是很難使用的 在現在的政治現實來講 基本上我們從來 時代很難看到說這個 國會議員要發動倒閣 然後讓自己被解散 然後重選 選立委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是非常耗損這個國家成本的 所以在制度上我覺得應該是有一個 事先就能夠發揮監督制衡跟協調 然後可以形成多數黨組閣 形成一個政治穩定狀態的一個憲政制度 好那我這個建議到此謝謝 好謝謝高博士 在場我們專家學者還有委員 還有沒有要進行發言的 好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本場 第八次的公聽會呢 感謝所有的專家學者的參與 那也感謝我們其他 歷領關心的委員 那各位提供的意見都非常的寶貴 我們會全程記錄 做成公聽會的報告 並送交各位參考 那麼今天第八場的公聽會 就到此結束 散會 我們會放到此結束 對於我們會不會講完 今天我們會不會講完 謝謝你 我們會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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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 我們會講完 我們會講完 感谢观看